留著黑色飄逸長髮 俊俏的混血臉孔 八歲的盧卡 媽媽是台灣人 爸爸是法國人 原本一家人住在深圳 但去年碰上疫情被迫返台 不太會說中文的盧卡 卻開始了一趟慢慢的求學之路 你們要不要考慮國中 再來我們的國際班 可以唸全英文的 那我們那個時候 其實是有一種很受傷的心情啊 因為其實我是台灣人 我們小孩也覺得 她自己也是台灣人啊 入門的門檻就是進不了 盧卡媽媽滿是無奈 因為剛回台灣時 找遍全台的小學 不是碰上招收滿額 就是因為小孩中文程度不夠 四處碰壁 其實真的花了很多的時間 我可能真的有一兩個月都 一直找學校 然後拜訪學校 聽各個學校的說明會 然後上網查資料 但盧卡的媽媽並非特例 像是楊小姐同樣因為疫情 一年多前從國外返胎 光是幫小朋友找學校 就花了四個月 陸陸續續有找了幾家 那如果有覺得不錯的滿意的 都是沒有名額 所以我們本來是找台北的學校 後來台北找不到好的學校 就找到新竹的美國亞太 所以我們目前就是通勤的情況 找不到學校可讀 盧卡媽媽乾脆自己創立實驗教育團體 針對外語學童補強中文 同時爭取政府認證 畢業的證書就會應該有台北市立人愛國小的學籍 同時也會有五名國際學院的學籍跟成績單 盧卡媽媽不放棄將危機視為轉機 讓這些外語兒童不再淪為求學孤兒 八大新聞下足揚聲在台北的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盡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